行走在青藏高原,千万不要小瞧那些不起眼的溪流, 它说不定就是一条你耳熟能详的大河的少年时光, 请记住这些大河的乳民,从此以往, 当你再次看到它浩浩荡荡奔腾而来的时候, 你可以骄傲地说,我见过你年轻时的模样, 我知道那清澈目光和山高水长。 8. 喀拉喀什河 在新国道219 喀拉昆仑的寂静峡谷, 过了大洪流滩,一条小溪静静地向西流淌, 这就是喀拉喀什河,带到三十里银房, 它向北走进大山深处,穿过微微昆仑之后, 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塔里木河, 沙漠中的奇迹之河,全长2300公里, 流域面积102万平方公里, 中国最长的内流河,它以一己之力, 滋润了塔克拉玛干的布谋之地, 使万千中华儿女在此繁衍生息, 让点点绿洲装扮了苍凉大漠, 让天地间不再只有落日与孤烟。 7.森格藏部 在国道317南侧,森格藏部与格级湿地几乎融为一体, 这条由神山港仁波旗北路发源的河流, 在缓缓流过阿里的苍茫大地之后, 从喜马拉雅和卡罗坑仑之间一路西去, 穿过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宽阔的平原, 最后驻入阿拉伯海,此刻它叫印度河, 全长2900公里,流域面积116万平方公里, 印度河的重要性就像尼罗河置于埃及, 又法拉底和底格里斯河置于巴比伦, 长江黄河置于中国, 这里是古印度文明的发源地, 对,你没听错, 印度古文明发源于巴基斯坦, 印度河是两厘八铁的母亲河。 六,孔雀河, 很少人知道边境小城普兰, 低调到令人发指, 这里可是神山圣湖的故乡, 与它一样低调的还有穿彻而活的孔雀河, 物资流淌,无人问津, 但它穿过喜马拉雅来到南侧以后, 却无人不知它的顶点大名, 恒河, 全长2700公里, 流域面积106万平方公里, 一条无比神奇的河流, 养育着数亿神奇的人, 左右着他们的生老病死, 见证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是印度斯坦的中心, 也是从公元前三世纪, 阿玉王开始的一系列文明的摇篮, 混河大部分流进印度领土, 但它的入海口却在孟加拉国境内, 南亚两条大河的入海口, 虽然都巧妙地避开了印度, 就这么神奇。 五, 解马阳宗河, 站在219国道的潘阳沙丘旁, 远处的喜马拉雅激动人心, 近处的解马阳宗河, 安安静静, 波澜不尽, 几百公里之后, 它的名字将举世闻名, 雅鲁藏不江, 全长2900公里, 流域面积61.7万平方公里, 它将穿行于高山峡谷之中, 在南加巴瓦和加拉百垒的护右下, 由东北向西南, 近180度的金氏大拐弯, 切开喜马拉雅, 一路向南, 在摩托县的巴西卡, 进入印度的平原, 改称布拉玛普特拉河, 最后在孟加拉国以加姆纳河的名字, 进入壮丽的大河三角洲, 然后没了名字, 悄无声息地从肉干水道进入孟加拉湾, 真是轻轻地来去, 不带走一片云彩。 四, 加鱼桥, 进入他念他翁和博树拉里山脉之间的峡谷, 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 怒江, 之后一只奔腾向南一千多公里, 都在高山深谷中穿行, 比世界第一的雅鲁藏布大峡谷, 和世界第二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加起来都长, 不明白为什么从来没人给它世界第一场峡谷的定义, 它从云南德宏流出国境, 进入缅甸后, 改称萨尔温江, 最后流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 全长3240公里, 总流域面积32.5万平方公里。 三, 扎曲, 在国道214的高原河谷, 我们将在朗千县第一次遇见扎曲, 它蜿蜒绕过小城向东流去, 如同朗千县悬崖上的嘎尔寺一样, 比蜘蛛寺更加的危恶险峻, 但是没有任何名气, 直到过了昌都, 它化身为蓝沧江, 我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遇见的并不是一个无名之辈, 而是一个传奇, 它在云南流出国境, 改名湄公河, 经缅甸, 老沃, 泰国, 柬埔寨, 在越南胡志明市, 驻入南中国海, 全长4880公里, 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 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 它与怒江曾经一路相伴了几百公里, 但是他年汤欧山脉将它们无情地隔开, 还好挺生气, 都成了传奇。 二, 纳钦曲, 在格拉丹东, 将根抵入冰川的冰柱上地下的滴滴血水, 形成了一条叫纳钦曲的小溪, 之后, 王会经常邂逅他, 在唐国拉山镇, 他叫托托河, 在曲马来, 他叫通天河, 在巴唐, 他叫金沙江, 然后他一路浩荡东去, 补育了万千中华儿女, 这就是万里长江, 流经青海, 西藏, 四川, 云南, 重庆,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江苏, 上海等共11个省级行政区, 与崇林岛以东, 注入东海, 全长6387公里, 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 我们的母亲河之音, 一, 卡日曲, 这可能是唯一不可能错过的河流, 虽然有纳扎龙茶曲和卡日曲这样的乳民, 但是那都在巴掩卡拉山的深处, 极难达到, 当我们过了国道214的新兴海, 在马多县第一次看到它时, 虽然年少稚嫩, 但已经举世闻名, 它就是黄河, 全长5464公里, 流域面积80万平方公里, 自西向东, 流经青海四川,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陕西, 山西, 河南及山东, 九个省级行政区, 最后流入渤海, 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 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 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 斩荆棘, 披天地, 生生不息, 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延续至今全世界唯一的传奇, 在青藏高原, 你会偶遇这些大河最纯真的模样, 希望你不要错过, 因为千山万水的不易, 有事一别, 真的就是天涯。